靠著鎮壓反送中上位的中共駐美大使謝峰 4月20日在哈佛甘奈迪學院主辦的 哈佛甘奈迪學院中國論壇演講的時候 被兩個女生跟一個男生共三位學生抗議 他們勇敢地從觀眾座位站起來大聲譴責 中共對西藏跟新疆實施的種族滅絕 剝奪香港人的自由,無力威脅台灣 新聞硬棒棒聽新聞最爽,我是節目主持人斯坦 歡迎各位收看 今天我們來聊一下中共對西方國家校園的滲透到底有多嚴重 最近反共圈一直在討論一則新聞 靠著鎮壓反送中上位的中共駐美大使謝峰 4月20日在哈佛甘奈迪學院主辦的 哈佛甘奈迪學院中國論壇演講的時候 被兩個女生跟一個男生共三位學生抗議 他們勇敢地從觀眾座位站起來大聲譴責 中共對西藏跟新疆實施的種族滅絕 剝奪香港人的自由,無力威脅台灣 現場瞬間氣氛變得非常的凝重 所有台下的觀眾都默不吭聲 或是臉上沒有表情因為他們不敢表態 有人偷偷地拿起手機來記錄抗議職的畫面 但是也有一位中國留學生露線 叫做周宏基 的一個北京小粉紅 他強硬地將抗議的台語女學生從抗議現場拖走 這不僅是讓人想起那些在海外幫助中共政權 追捕綁架異議人士的海外110 沒想到在哈佛這種名校、學術的殿堂 卻又看到中共的青年小粉紅 自願成為國家機器的打手 在民主自由的美國 對抗議學生如此粗暴地動手 周宏基也被人發現 雖然他在網路上自己稱自己是一個 世界發展論壇創辦人兼論壇哈佛聯合主席 但實際上他並不是 這很中國也很中二 而且他的專業是國際政治經濟 把國際關係可以讀成中國大外宣 也是很不簡單的 事後那兩位抗議的女孩 接受媒體採訪說 他們是因為無法接受 洩封在自由的美國大學校園裡面 還能宣揚跟美化中國獨裁政府才去抗議的 並且在被一個中國學生周宏基 肯德基粗暴地拖走之後 他們也感覺到非常的害怕 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華裔加拿大記者聖學在X平台 也就是推特上有批評哈佛甘奈地學院 長久以來的陋習 就是與中共幾十年來合作培育 各領域的接班人 過去哈佛大學與中共有許多合作項目 像是1996年到現在至少培育了1000人 學院甚至還被戲稱為中共中央第二黨校 他表示洩封當然是中共跟習近平的穿身筒 他不可能表達不同的立場 而哈佛大學跟乾奈地學院 則應該有基本的是非道德原則 這幾年 許多關於中共間諜學生 或是把自己看成海外警察的行為 不斷地出現 這也再次打臉了過去數十年的綏靖主義的一個論述 以為只要給予經濟發展、學術接觸 就能夠改變中共的獨裁專制 其實多年來大家都非常清楚 這些能就讀歐美名牌大學的中國學生們 往往都是中共體制中的既得利益者 或是經過中共的精挑細選的學生 除了本次事件的周鴻基、肯德基之外 最近一位就讀美國波克萊音樂學院的 26歲的中國學生吳孝蕾 被美國法院陪生團裁決 他是一個網路跟蹤犯 跟跨州傳播威脅信息犯 這個姓吳的學生在2022年 對另外一位就讀同一個學院 抗議中共獨裁的中國學生發出暴力傷害的威脅 同時恐嚇要向公安舉報 美國檢察官表示 吳孝蕾的具體行動 可能不是在中共當局的指導下採取的 但是他仍然把自己看成中共審查 跟增壓網路的一部分 像這樣的人際網路深入美國 在美國華人與中國家人的關係網之間 而中國公安也真的多次登門騷擾 被害者在中國的父親 就如同被害者擔心的那樣 吳孝蕾最後被法院判9個月徒刑 服刑起埋後將被驅逐出境 不得反悔美國 除非得到國土安全部的特別批准 我跟我們家的屈屈貓 剛剛得到了一個最新的情報 根據YouTube的分析 有75%觀看我頻道的人都沒有訂閱 所以我講的是你正在看我頻道的人 你按一下訂閱吧 反正免費 也可以讓YouTube知道 我的頻道的內容還不錯 謝謝啦! 今年1月份 加拿大聯邦法院以前在間諜為理由 拒絕發學生簽證給一名 北京航空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 李月康 而他畢業的北京航空大學 是中共所謂的國防妻子 這所學校與中國軍方關係密切 也是美國制裁學校的名單之一 而自由亞洲電台調查後 發現涉案學生在被加拿大認定為 潛在間諜後 馬上刪除了自己的LinkedIn帳號 而一直主張中立的瑞士 最近也報導了有關中國間諜學生的新聞 根據瑞士法語國家廣播電台RTS的新聞提到 瑞士警方調查一名來自北京的中國留學生 他的畫名是大衛David W. 這個人在瑞士邁森跟Meringen 軍用機場旁邊買下了一家老舊的旅館 還聘請他德文流利的父母來經營這個旅館 那麼這座軍用機場 將會接收美國的F-35戰鬥機 從旅館的房間可以直接看到起飛跑道 根本就是一個間諜監視的理想場所 大衛和他的爸媽被判數天緩刑 和數千瑞士法郎的罰款 同時他們在瑞士屬於非法居留 五兆經營旅館餐廳 同時也沒有工作許可證 而這個大衛是個非常神秘的人 他在社交網路上的存在被清理 照片被刪除 幾乎所有的朋友關係都被刪除 目前這一家人已經離開,下落不明 另外,中共對於自己國內的一義分子 同時也不斷地進行打壓跟騷擾 美國華府人權組織中國人權捍衛者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4月15日最新調查報告表示 中共在加強對中國公民的鎮壓 在中國政治犯或異議人士都被視為 新黑五類 與過去任何時期的鬥爭相同 異議分子的子女跟家人也會被騷擾 中共會用各種方式剝奪異議人士的子女求學或出國的機會 同時也會把他們關進精神病院等各種殘酷的手段 西班牙國際人權組織保護衛士 Safeguard Defenders 4月16日發布報告 他們整理中共中央紀律委員會 中紀委的官方書面文件的時候發現 在中共海外110行動 除了跨國綁架目標人物之外 中國最常見的手段就是勸返 並結合了對中國境內相關人士親屬的施壓跟牽連 以及中國的海外特工跟代理人 對目標人事務的直接跟蹤、騷擾跟威脅 這種行為再一次證明 即便那些鑑鐵學生到了西方國家 還是會繼續恐嚇跟騷擾 跟中共政府意見不合的團體或各種 同時隨著習近平的第三任期連任 通過 他對於意識形態的控制會越來越嚴格 比如說今年元旦開始 中共果實施愛國主義教育法 無論是公立或私立學校 都要更加努力推動愛國教育 課程準備 準備準備 書本擺炮 擺炮 擺炮 但一般 誰的兵 誰的團 手放平 就算是在中國的外國私立學校 也都必須要參與 習近平被擺指革命 跟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年輕人 反抗最前線震驚了 所以感覺必須在意識形態上 打造出更愛國的中國年輕人 避免他們未來去挑戰 共產黨跟習的權力 除此之外 每年4月15日 更要強調慶祝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因此我們也不難預測 未來會到國外求學 同時帶有任務的中國學生的比例會越來越高 也希望民主國家對於這樣的滲透要更加小心 那更不用說還幫助中共培育各領域的接班人的哈佛大學 我覺得這個跟歐美國家把高階晶片賣給中共製造飛彈一樣扯啦 而我們也可以看到 現在歐美國家的學校的學生 在某些國際議題上脫序抗議行為 背後往往都是中國、俄羅斯、伊朗的煽動嘛 校園滲透的問題 可能跟高科技切到的問題差不多嚴重 這是歐美國家必須要重新審視的問題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在這裡 影片下面會有Patreon跟音源科技 這兩個關鍵的連結 我是斯坦,我們下次見 再位啦!